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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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和二成相比你更喜欢哪里 我觉得两个都挺好看的呀 真的吗 真的呀 就是那种重庆的感觉 确实 像二成的话因为有很多年轻人会去打卡嘛 就更像是一个青春洋溢的歌舞片 那一成的话因为它是影视源 它的发展方向不同 就像是一个唯唯到来的文艺片 所以还是有点不一样的 欢迎两位跟我一起来到我们的琵琶山宝库做客 然后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一栋呢 是我们琵琶山宝库里面的一栋文物建筑 然后到现在大概也有个一百多年的历史 里面是找不到钢丁或者水泥的 哇 红水级的建筑 所以我们呢在这一栋四层建筑里面呢 就做了两个作品 一个呢是我们的沉浸式话剧《五起江舟》 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的一个红色信仰 公开体验客《独生的英雄》 那蕾蕾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琵琶山宝库 还有哪些宝藏吧 在那边那栋建筑呢是我们现在的 重庆市十大最美书院之一的琵琶山书院 还有大量的考古研究书籍和历史相关的研究资料 是在外边是没有文化的图腾的一个东西 巴蜀图语远古时期留下了一个象形文字 这栋风格截然不同的一栋建筑 它是我们重庆市考古研究院旗下的文物修复所 这边的话还有我们的探古咖啡的小屋 它是一个警卫楼改造过来的 哇 好漂亮 是风似太阳 这里就是菊花生的制高点了 三个吧 好呀 早些还差点点 安排 走 不说赖尔莲上面加胆男 它在琵琶山脚下多年的老字号 也看门店其貌不扬 却是附近居民的最佳推荐 说不说过段时间我们要扩大门店 扩大门店 扩大门店 你在拍到上海吗 你在拍到往旁边谁吗 酒香不怕象的深 这家店里一样 锅底麻辣鲜香 鸭肉软烂可口 分量十足 再加上内置蘸水 让味蕾得到几万百多 来往时刻络绎不绝 但在味道上 自毫不打折扣 再比以凉菜居多 喝上一口小酒 来一百多分镇 浓浓的设计烟火气 扑面而来 来这里吃的不是饭 吃的吃起不坏 我觉得这个你最好点吃的 画家这边 用重庆画来说 就是特别的豪爽 很适合漫步和火锅 但这边很适合漫游游的形象 充满了这个烟火气 然后还有是这边的历史 人文还有建筑 都特别有底 没错 其实我们在这一路 还发现了中国 话剧的圣殿抗建堂 全国首家考古咖啡店 T7AR等等 都值得大家前来打探 好的 以上就是我们在 雨中枇杷山City Climb的全部内容 完整攻略在视频下方哦 记得截图保存 如果你也爱重庆 别忘了关注慢慢说 也可以参与线上互动 让我们一起解锁 不一样的重庆 必成刺激方物 听我慢慢说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